我那天不是跟你說 我和我爸爸分享一些關於新疆棉的事情 我和他打口的東西 因為我也是突然間 我和他吹開水 我和我爸爸吹開水 我說你關於新疆棉這件事 我問他 你覺得怎樣 你擺明就是美國刻意抹黑中國 一開始是這樣的 開場白是這樣的 是麥美娟來的 你問我 如果我用那個 退後八萬步 去看那件事 他就說 拜論道明 美國人會認為中國大國崛起嗎 你不是靠打壓 你不是靠剝奪人權 你也是靠這樣拿取貧困貧富大眾 去獲得利益 就是這樣說 他就純粹借這個位置入救你 對的 沒錯 我說不是 但是你覺得在新疆這個情況 你覺得怎樣 我說 真的很離譜 他對於維吾爾族人的行為 然後 他就說 假新聞 我為什麼會突然看他 我就是看他在房間裡 他在看Youtube 看Youtube 又是看那些 台灣做的 那些節目 又是說那些什麼 中美關係 不知道什麼什麼 然後我就跟他說 這些 你爸爸都是政治人 我說這些 你相信一半就好了 最重要 這些事情 你跟我說什麼 中美關係 每個人都說廢話 最重要 就是你自己思考 又是瞭解字的對白 你要自己去思考 想清楚 究竟真正的關係是在哪裡 譬如我用新疆這件事來講 人家說你 新疆人權狀況很惡劣 然後你華春瑩說什麼 華春瑩說什麼 正常來說 就好像我說你家 你家裡肯定藏了一條屍 你肯定殺了人 你就是一個殺人狂魔 你肯定在家裡藏了一條屍體 我跟你說 然後我是不是應該跟你說 你家就有了 正常就不是 正常 我就是這樣跟爸爸說 你正常這樣 我這樣說你的時候 你說什麼 你就打開門給我看 你自己看有沒有 正常應該是這樣 但事實上就是沒有 有的 有的 我上一些YouTube看過一些 他 我不知道在什麼情況下 他開放給一間的外共模式 進去採訪 他採訪出來的感覺 他以為包裝得很好 我訪問那些學生 說很開心 很自由 隨時出來都可以 隨時出來都可以 但其實大家心知肚明 出來的效果 到底能否適合到全世界人 心知肚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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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叫你拿證據出來 你能不能拿出來 你拿不出來 你拿不出來 拿不出來 證明一件事是什麼 證明一件事是什麼 一定是因為他有 他是有這樣做 而他才拿不出來 證據來 是不是 如果不是 喂 做了這麼多年 維吾爾族人 這兩年出現的嗎 不是啊 這麼多年了 你沒有拍片 你沒有拍照 你拿證據出來 但是我說 他說 這個就是關乎一個 關乎一個意識形態的問題 我和老爸說 關乎一個意識形態的問題 這個意識形態 我就說 其實就決定了你 我說你 你究竟跟共產黨走得有多近 因為他有做這些行為 所以他才拿不出證據 我老爸那時候的樣子 是一面忘言 他覺得不是 沒有理由 我這些根本就是抹黑 我說不是 你覺得我還以為 我在抹黑他 不是 我告訴你一個理由 作為共產黨 意識形態上 他是不會認同西方的社會民主價值 應該是不認同 應該要不認同 他是必然要不認同 而如果 他現在立心就是 要做全球第一大國 霸主 他更加不可以認同西方的民主價值 他不可能 拿你那套標準 套珠在我中國身上 如果你當我做假也好 騙你的也好 如果我拿證據出來 去告訴你 不是 我在新疆維吾爾人的人權狀況 是一點問題都沒有的 你看看 他們是否生活得很開心 他們是否像 你們美國那裏一樣 那麼自由 他不可能拿這一套出來 因為如果他拿這些證據出來 他就間接認同西方的民主價值 他就算是有證據 他也不會拿出來 更何況他沒有 我說 更何況他沒有 跟西方民主價值 好 你不容否認 其實我覺得沒有人 沒有人不會 沒有人不會 大部分 就算 甚至乎 好像李梓敬這些傻乞 其實他心裡 他正在認同西方民主價值 所以他才會有這樣的反應 沒錯 沒錯 如果照你剛才所說 因為他真的覺得 就好像陳奕迅這班人 因為他是真心地覺得 你美國人根本就是在抹黑中國 中國是很自由的 我要和你們割席的原因 只不過是這樣 你們正在抹黑中國 新疆維吾爾族有沒有人權問題 我不知道 就算你叫陳奕迅站在我面前 我也肯定他是這樣回答我 有沒有人權問題我不知道 總之你們用這個理由 搬割新疆棉花 這就是抹黑 這就是造謠 我就接受不了 他極其量也是這樣說 所以呢 越反西方 就越認同西方價值 可以是這樣說 從他們這個角度去反 李梓敬那些 你說什麼 中國現在就是要告訴你 他要做這個世界第一 他就是要告訴你 我在中國裡面的人權狀況 是一點問題都沒有 你覺得我有問題 是你們西方民主價值 我覺得應該是這樣說 如果他們要反就說 我們要做世界第一霸主 人權有沒有問題 我們不在乎的 是 都可以這樣說 人權這兩個字 從來都是西方價值 是 你們說而已 我們是不認同你的 不是我們不認同你的 我們的中國人權是這樣的 是 就好像 你們說的人權是你們的標準 是 你們的標準 你們的標準是你們覺得對 我們是不認同的 所以我發現我們三個才是愛國 沒錯 我們很理解 我們真是理解到中國共產黨的意識形態 所以為什麼 你在香港跟你說普選嗎 他什麼都可以跟你談 就是公民提名不跟你 又是公民提名不能談 如果連提名都被你們提名 就是西方民主那一套 不行 一國兩制 你可以投票已經很好 是啊 你還行資本主義已經很好 是啊 你還要求公民提名 那就是跟美國英國一樣不行 嗯 就是這個意思 嗯 好 我們三個真是愛國 是啊 我真的覺得 我有預告 我們差不多完了 我有預告 我看完這本書 我就會講 我正在看 哦 是怎樣 為什麼要預告呢 你說就直接說 我還沒看完 我還沒看完 我只能看到這本書 你就應該 值得看這本書 是 如果芝賴其是用語 那麽中華呢 那中國呢 嗯 那你先看一看 不知道怎麼說 我還沒看 只是看表題 不知道怎麼說 我又分享另一種說法 是 這個就是折禄王子的部分 很久了 不言論的自由 他說你香港 你就是 你除了你有言論自由之外 其實另外就是一件事 最重要的就是 不言論的自由 嗯 他就說 你就是 市民不擁護香港政府任何建議 除了積極的反對之外 還可以消極的 置之不理 嗯 你推行選舉 我不投票 沒有人有權 用槍桿子 指著你來 加以迫害 但香港如果換裂 另一個政府 我怕 想不言論 就沒有那麼容易了 其實真的 這些 這個 你看回頭 嘩 那一代的人 那個腦 是可以走得 這麼遠 原來是很前的 現在看黃絲 你看到那些主謀老退化 老退化 為什麼廖開市 一定要問她 黃還是藍 為什麼我吃了一口 他有不發表的自由 不言論的自由 為什麼一定要問她 黃還是藍 我沒有顏色不行 真的 我看這篇文章 總要是來自不聞集 走得這麼前 今時今日的香港人 為什麼 退化 老退化 不言論的自由 你不要說黃絲珠 你看李梓敬你就知道 你看葉劉淑儀你就知道 什麼東西 杯葛Burberry 屌你老命 狗唔答八 你是大人 這些傻子 就是李梓敬做的 還有容海恩做的 容海恩做的 你葉劉淑儀 混蛋特首候選人 要做枉養 大哥 你不會看到曾玉成 撲出來說這些 當然 這些是李永迅做的 鄭永迅做的 鄭永迅做 還要走出來說 我今天穿feeler 屌你老人 屌你老人 葉劉淑儀 你大哥 屌你老人 其實就是這樣 不言論的自由 他這些人 你現在就是連不言論的自由都沒有 去這些人 是嗎 我們也是 我們不是的 我們三個不是 但是我們會 你在黃絲的世界裡 你容納不了我們 OK 我沒有理會他 我們唯有自己三個圍爐 是 是 是 這樣 這個表演很厲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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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剛才也是不記得說 他在天馬南 我完全不知道這個表演很厲害 在那裡 我也不知道 都挺虛陷的 那個表演很厲害 算了 十二點 我也需要睡覺的自由 沒有 說完這一宗才厲害 哪一宗 厲害 厲害 陳生文快點說 快點 陳生文快點說 我覺得很大膽 我覺得很厲害 很厲害 輪椅超人 輪椅特攝 特攝 以前我們看蒙面超人 鹹蛋超人的都叫特攝 他就說 日本NHK電視台 公佈了一部特攝劇集 正在製作中 他就暫躍叫做 超速ParaHeroGandain 但是他就不是 我相信他就不是蒙面超人系列 不是 他是屬於一個自己獨立的單元 即是一個特攝片 他的主角呢 厲害了 是 魔女澤一邊的 不是那個女主角 他的主角就是殘疾人士 做主角 應該說他是坐輪椅 應該說他是坐輪椅 搖身一邊 變身成為英雄超人 對抗外來侵略者 並守護地球 但是我覺得他真的很大膽 用殘疾人士去做這個題材 我覺得真的很厲害 我覺得很厲害 因為很容易出事 我覺得很容易出事 他找他兩個做 他做過模面超人 對 這個女生就是做魔女澤一邊 對 女主角 我有發出另一張圖 好看一點 怎樣為之 好看一點 好看一點 對 這個就是那個女主角 糟糕 他也有做過特攝片 笑之風花 對 對 但是我真的覺得他這個 用殘疾人士去做超人 因為我經常覺得 這類型的題材 你很難好看 譬如 好像井尚鴻賢 他說藍兒當月樽 很熱血 很厲害 但其實如果他把那一套 風格放進去Viu 你就很容易出事 沒那麼好看 是不是好看我不知道 但我最怕會觸動到一些人的情緒 不是 他的定位很好的Viu 就是要打破常識 打破了坐輪椅的人 打不到籃球 很多事情他們做不到的動作 其實他的定位很好的 他的定位就是 說這件事 是 所以你看一下 你怎樣去 表演這件事 是 他還是很OK的 我看到 是嗎 這樣 我不知道他之後會不會出事 是啊 因為這些 你很容易被人套上歧視這兩個字 這個也是 是的 我昨晚在紅暗體育館 外面那裡 我看到有些人拿著彩虹旗 我老婆告訴我 他說 不是啊 他們說有人在外面 入口那裡 在那裡派 星期六的場 都經意他們在那裡派 然後我就說 這個其實就是一個 我對於這方面的事情 很抗拒很反感的就是 就是這些方法 這些方式 你在那裡派 採用旗 如果我不拿 你會不會認為我是歧視的 孔童 你一定是孔童 對 就好像那一年 他們每年都會搞那個遊行一樣 有個男人扮賓州 是啊 我也有跟我老婆說過 我們之前說過 如果Billy那天抱著女兒 在街上剛好遇到這個遊行隊伍 而那條賓州走過去 Billy那裡 然後她說 Come on join us 這樣的時候 如果 是啊 不是 不要說這些 但是 如果發生了這樣的事 我打勾那條賓州 你怪不怪得我 你咬咬咬我女兒 然後我打勾那條賓州 你怪不怪得我 又代不代表我歧視同性戀呢 這樣 你就很害怕這件事 而且你在那個場合 派採用旗 接到那些人 你在那邊罵 那又代不代表她支持呢 是啊 這個也是一個 因為你會感覺上 你選擇在這裡 陳奕索開演唱會的時候 你不會在那裡派 林二汶開演唱會 你會在那裡派 如果何韻詩開演唱會 我相信你也會來派 她的想法就是 你聽得到林二汶 你聽得到何韻詩 你一定支持 是啊 我最怕就是這件事 但其實是兩件事 完全不同 沒關係 我喜歡聽林二汶 未必代表我接觸同性戀 所以我經常覺得歧視這個議題 去到今時今日已經變得很危險 所以我很替這一套 擔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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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會不中陷阱 幸好找個帥哥拍 更糟糕 他應該找個黑人 女人 肥 外表不好 他在日本比較好 他在美國比較好 那倒是 日本比較好 不是好一點 因為日本比較好 好很多 好很多 他們未必會這麼容易 拿歧視這兩個字去 還有空間 雖然也麻煩一點 現在他還有空間可以做這件事 但題材 我覺得題材很吸引 我覺得題材厲害 我覺得是厲害的 這是一個很大膽的嘗試 對 到時看看會怎樣 好了 夜了 我們今天也 睡著了 糟了 已經不想你救我了 哈哈哈哈 可以嗎 還沒啊 等多久 我們再找些東西說 那時候劉德華都想學周杰倫唱歌 哈哈哈哈 何仔工也說周杰倫唱我也是 那時候是 因為大家都會覺得 他是台灣來的 關了 實在太多例子 就是台灣來香港 發展得很好的例子 曾經何時 那時候齊巡 齊王 其實是帝哥一兩首歌 那個什麼特別的外級特別的女 那個叫什麼名字 余程慶 不是 不是余程慶 蝦林 不是 這個就是齊巡 特別的愛級特別的女 休克里林 休克里林不是其中一個 黃品源 特別的愛級特別的女 黃品源 特別的愛級特別的女 不是 黃品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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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嗎 不是啊 黃品源是唱 鴛鴛蝴蝶夢啊 大哥 是同安格 同安格 黃安是嗎 不是同安格 同安格 是我像一隻小小鳥 那個不是崔潔 那個是趙傳 是趙傳來的 小鳥 小鳥是趙傳 你好像記錯了 董哥 好了揭曉了 寫著 五思海 五思海 我沒有說五思海 剛才說了幾次五思海 有很多這些 因為他們那個年代 太多就是這些 紅歌吳紅人 那時候你出一首這樣的歌 卡拉OK是大賣的 跟無啟然一樣 對 太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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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紅歌無人 這些人太多 接著就到周華健 周華健 那個年代一發不可收拾 張宸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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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本身是香港人 對 他本身是香港人 對 和英九一樣 對 哈哈哈哈 所以你逢有台灣所謂的過光龍 那時候 大家就很催之若我 就是這樣 好 五思海都說了 好 拜拜 沒有那麼早 下個禮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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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個禮拜放假 怎樣 我們下個禮拜幾點做 下個禮拜 下個禮拜 四人蛋 找人 搞錯 下次長假期 下個禮拜 哎呀那你做了幾天啊 長假期 哈哈哈 好啦好啦 下個禮拜 拜拜 祝大家有愉快假期 拜拜 挺有中南海的味道, 先炒一炒 你炒甚麼? 老實說, 千萬不能裝偷聽器 欠缺點 欠缺點 談判, 記下他 是, 我馬上就去買 你是為了申請居英權入政治部門嗎? 不用怕, 我香港迎接九七 只要沒有講過一些對黨和國家不利的說話 沒有想過一些危害黨和國家的事情 沒有做過一些與黨為敵的事情 或者沒有看過一些醜化黨和國家的電影 沒有參加過皇后大道東示威遊行的人 大把前途的 但若然你有做過而有悔意的 都可以申請公屋的 但是你做了沒有悔意堅持的 那就難搞了 我們才會不給他飯吃 還有剝奪他人權 到了吧